今天我要跟你们讲怎么学这个 ying 这个字 就是win 的那个意思的 ying Y-I-N-G second tone 第二声 是吧 首先要知道的是 这个由来已久的那个博大精神的那个中华文化 我们都可以一直不断的赞谈 是吧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 怎么学这个东西啊 因为好多人就会讲个不停 哦 你看这里啊 什么美丽啊 什么什么的 OK 今天我要讲一点就是真实的 OK 这样通过我这些消息啊 我觉得你可以更容易就是学会怎么写这个字 怎么积聚这个字啊 OK 那首先 然后通过那个学术界对这个汉字的理解 来就是更深刻的积聚这个字的字型啊 是吧 那你看那个这个字 它总共有五个部件啊 是吧 上面是王 中间是那个口 还有一个月 还有一个背 还有下面的右边是那个凡 是吧 那怎么学啊 怎么学啊 首先要知道的是那个背 中间的背啊 它在古代中国的时候啊 就跟买卖东西有关系 买卖东西啊 是吧 这个以前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是吧 所以好像这个背跟整个字的意义是有关系的 是吧 因为就是赢 可能你赢到什么钱啊 是吧 OK 这个我还就是 它远离我不太熟啊 但是我感觉啊 它是这样隐身出来的 是吧 那这个其他的那个四个部件啊呢 它跟那个这个整个字的意义有关系吗 意思 呃 答案是 Nope 没有 Buddy No OK 毫无关系啊 OK 你老是一直说 哦 汉字的每一个部件跟它的意思有关系啊 哪儿来这个啊 没有啊 但是这并没有说明啊 汉字是没有什么博大精神的那个吧 没有这样啊 这问题是 这四个部件啊 它们是一个庞大的生伏啊 OK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其实啊 这个月在左下边那边啊 它其实是一个熊猛的那个动物的嘴巴 OK 然后那个口和那个网 它们这两个部件都是那个那个动物的身体的一个部分啊 两个部分啊 是吧 而那个帆 在右边啊 帆 它其实就是一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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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动物的那个尾巴或怎么样啊 是吧 那你说啊 这个动物 跟这四个部件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 只是到大概汉代 我才是 大概汉代的时候啊 它们就说 哦 这个动物太难画吧 我们就把它分成几块 然后就那样记下来啊 是吧 所以实际上这四个部件啊 跟整个那个动物的那个图号毫无关系啊 那你问我说 OK 我看到有一个背在下面啊 跟钱有关系 那这个动物跟啥有关系啊 它就是跟毒瘾有关系啊 你懂了没有啊 毒瘾啊 它是一个身旁 我跟你说了已经啊 是吧 这个动物啊 这个动物 这四个部件在一起 是一个身旁啊 比如说你有没有看到过那个银正的那个银 银正你知道是谁吗 秦始皇是吧 秦始皇的名 姓名啊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啊 但是就 它的姓吧 就是银 然后中间放一个女子旁啊 为什么啊 因为好像古代中国啊 那个姓氏 就跟那个母系社会什么关系啊 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女子旁就跟那个姓有关系啊 是吧 所以啊 这两个字 两个都念银啊 然后都上面有这个那个动物啊 是吧 当一个身旁啊 还有两三四个其他的字 什么雷啊 雷弱的雷 还有什么罗 好像是一种马 也还有一个是有国在那个中间部分啊 它们都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中间放一个什么 跟意思有关的行旁 或者衣服啊 是吧 那我现在跟你这样介绍啊 你会不会觉得啊 更容易记住这个字啊 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啊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 但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好像啊 我们的老师不愿意告诉我们呢 这个其实 非常博大精神的这个道理啊 那个汉字的逻辑啊 国字的逻辑啊 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觉得 所以我就 呵 所以我就感觉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对地有用啊 或者对地有意思啊 你就 请告诉我啊 因为 我其实啊 我觉得 可能 百分之九十的那个中国人 或那个学习中文的外国人啊 他们可能不管这个道理啊 但是 百分之十啊 他们可能 真的想学这个汉字啊 但是 老师不告诉我们啊 他们的 有来已久的这个 道理啊 因为他们认为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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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跟他们的读音 不可能有这样的关系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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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的 从战国时期一直以来啊 哈 汉字就是跟他们的读音有关系的 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那个形成字 这是现代汉语四点所说的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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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懂了没有